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9年的会谈 记录被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放到网上 在这批记录中 俄罗斯总统对美国朋友展现出超乎寻常的信任 叶利钦甚至告诉克林顿 谁将会成为自己的继任者 在美俄两国总统于1999年9月8日进行的电话会谈中 美国总统获知他很快就会见到担任总理职务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叶利钦承认自己已经决定选择普京为继承者 克林顿与叶利钦而在新西兰与同年举行的APAC峰会上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的确与普京进行过沟通 克林顿认为普京灵活 聪明 也就是说 美国人觉得可以和普京打交道 叶利钦曾长期寻觅自己的继承人 但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在叶已公布的谈话记录中 叶利钦表示 发现普京其实非常偶然 对普京产生兴趣后 叶利钦研究了普京的个人简历 兴趣爱好以及熟人朋友圈 发现普京强而有力 善于交际 不但精通所负责的工作 其人也非常可靠 在同年11月19日进行了另一次电话交谈中 当克林顿询问谁能赢得俄罗斯2000年总统大选时 叶利钦相信普京将取得胜利 在叶利钦看来 普京是个民主派人士 对西方也较为了解 普京获胜后 将会继续执行叶利钦的民主化路线 与美国建立有效对话 扩大俄罗斯的外部联系 叶利钦与普京普京在获得选战胜利之后 也一如叶利钦的心理预期 向美国和欧洲伸出善意的双手 2000年8月底 美俄两国签署武器及部处理协议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 普京对小布什总统的权力支持 使得美关系在元首层面上达到前所谓 有的历史高度 不过 两国关系向好处发展的趋势 因为美国决定退出烦恼条约而彻底改变 尽管美国宣称自己的决议 是为了防止所谓无赖国家的侵袭 但在俄国人看来 美方此举 无异于打破业已形成的全球战略军事 于是 就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里 美俄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歌猛进之后 再次恢复到相互对抗的轨道上来 普京克林顿图书馆本次解密的电话交流文本非常之多 其中有许多内容值得咀嚼 特别是有关业利钦对待克里米亚的态度 这位俄罗斯总统向美方打小报告示地表示 九加诺夫领导的俄共不值得信任 因为他们一直试图收回克里米亚 没想到 领导俄国拿回克里米亚的人 却成了普京 对业利钦来说 这可能也算得上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讽刺 2018年8月31日 作者 刘鹏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